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26岁 来那个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好了好不好 啊好啊我现在是在纽约读博士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是学这个人类病毒学的 人类病毒学的博士 专家专业的好来 专业的那个准博士Levis在纽约人类病毒学的 来您您想要讲哪一方面的关于疫情 其实今天有点临时了 然后我就我觉得大家前面说的挺好 然后包括政治方面的 然后我其实我政治方面的不是很懂 但是我可以介绍一下 这个跟医疗方面的相关的东西吧 就是首先就是刚才看到你的视频 我就知道啊就是这个政策嘛 你们台湾的政策 我是真的希望你们要改变这个政策了 就是啊主要两点嘛你这个筛检是他他是说不鼓励筛检 然后有症状才去检查 对然后没然后就是检测的点很少嘛 然后好像是你说的是200个就一个点就200个 我问了嘛我亲口问了嘛 对啊200多个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个是哎呀就是稍微吐槽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洛阳人嘛 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她说洛阳一个她的打疫苗的时候 一个点就要一个点都是1000多个 然后洛阳像那样的点的话 有也最起码有50个 就是连就打疫苗的话 就是你对比一下嘛 就是我觉得是不好了 你们一个点可以采检采检多少力一天 没有洛阳是没有采检的 因为洛阳没有疫情嘛 所以说洛阳没有 我只是说在打疫苗这种 打疫苗的一种啊 这种力量我觉得是非常够的 OKOK 对对对 然后对这就是第一说 这个筛检这个事情确实是做的 确实是做的不够了 然后第二点就是确诊 就是确诊的案例 轻症的话要在家自己隔离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你说的第二个政策嘛 然后你从这个这两个政策来看 这是基本上是完全在照抄美国 最起码当时是纽约早期的做法 然后 刚刚有一个网友 他是赞同这种政策的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强制人家去防长 就是美国那边 这是这样的理解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一种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这么说 但是从一个防疫或者是医疗专业人员来看的话 这个东西反正是有一个度吧 你不是说是有些人不愿意去了 但是大部分人你把这个放开了还是有好处的 对 就是把这个就是放开还是有好处的 然后我想说是这个抄作业要抄要抄一个考试不及格的 就是不及格 就是美国的防疫是不及格的 我们去抄这个干嘛 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可能我个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因为是看到纽约的经验 因为我当时纽约早期的时候 大爆发的时候我是在这呢 然后我就看到 你就在纽约 哦 OK 嗯 对对对对 我当我是一直在纽约 在疫情之前还有到疫情之后 我一直在纽约了 OK好 你说 但还没有疫情之后了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做政策的这些就是人嘛 台湾的人是他内部的评估或者是预测 是真正的感染数就是远高于此 现在你有几百人每天 然后将来的确展数会上升的很快 然后我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有应该应该有一个内部的评估 这是也是参考一下台湾不是纽约的经验嘛 嗯 就是因为如果有他们内部有这样的评估和预测 那他这些政策其实就说得通了 因为纽约其实有很多 他这个政策也是啊是这样的原因嘛 就比如说他是人工控制每日的确诊人数 哦 然后从从医疗从医疗负担上来讲 他的医疗负担就没有那么重啊 简单就是有一个不太恰当话来说 就是医疗的资源什么的 这样子细水长流 这样子的话啊 他不会就是一下子全都把病床给占满了 嗯嗯 这是这是我知道他有别的原因啊 像政治原因我就不提那些了 就是我只是在说这个医疗的方面的原因 然后Levis我帮你就是我再确认一下你的讲法就是说在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 他的评估就是在这个这一波疫情爆发他手上拿到资料他就已经评估了这个数字会往上标的很高 所以他就已经在做损害控管也不是损害控管就是数字上面的操作就是让数字每天出来的不要那么高 不要如实的反映疫情的那个曲线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后续的政策就是 就是裁减量才这么少然后 对 清症的就在家里 嗯 因为纽约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你看我现在cue了一个图啊 这个Levis这位那个病毒学的这个专家 这样一正常来讲的曲线不会这样走吧 这是我们连续几天的这个病例 我们在在17号我们就第三天之后第四天我们病病例就下来了 那我是感觉怎么说吧也有可能是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小心一点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浮动其实并不是很大 还是100还是你要看确诊的比例了 要看确诊的比例就是你有10%感染的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高的 这个真的还是挺高的 嗯 就是说然后减就是看这个数字不准 但是我们要看我们检测量跟确诊的比例对不对 确诊数字的比例 对对对 嗯好了解 要看比例了比例是最现在是最重要的看的 然后我看到10%的话确实是很高 还是比较担心的10%是挺挺高的 那然后就是现在刚才是在说这个他他在人工控制这个确诊数嘛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轻症自隔离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他也是在减轻这个医疗负担 要做这个吸水长流的事情 对 然后刚才那位啊网友他说是年年轻人嘛他确实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个这个我同意了 嗯这个我觉得他说是对年轻人的确实重重力非常非常低 对啊 嗯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是逻辑上是没有错的 对 但是关键是这个他不能只只只用逻辑来来说这个事情 因为啊首先第一点年轻人传染 年轻人他会他是自己没有但是他传染的呃概率一点都不低 然后自己不得但是他会传染人家的力量一点也不小 对对对对 嗯然后他就是我们这边当时就是纽约啊纽约还是比较啊 啊比较好的州了当时然后但是他就是很多人去开那个covid party 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扩大疫情嘛 嗯然后这是第一点这是扩大疫情第二点就是自己隔离嘛自己隔离的人不只是年轻人不只是低微人群啊他也是他也是有很多就是需要需要去关照的人啊就怎么说吧就是因为我举个例子因为现在纽约仍然是 啊轻症的话是自隔离的嗯就是仍然是轻症轻症自隔离因为他这是一直的政府的一个政策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情嗯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要我要提到一些就是稍微就是医疗相关的事情了就是有些药物现在美国的药物是有些药物是非常管用的嗯啊就举个就是这个一个药的话就是叫monoclonal antibody嗯 嗯这种的话嗯他干嘛现在就不解释这个药怎么对他就是怎么说他是我先说一下他只能在医院用这个药嗯因为这个药是必须要医生给你给你给你打的嗯然后这个轻症的话这种药他轻症用药 他是非常好他能非常好的防止这个重症的嗯但是如果但是现在的政策就是你到了医院的时候你的就是已经是重症了嗯那到时候就是基本上这个药就没用就跟说白了就是跟食盐水差不多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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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食盐水差不多然后医生你必须在清症之前就要用这个药对不对 他的重点是防止你送来就重症那这个药也没用啊嗯嗯对对对然后现在纽约的医生就是有一些联盟嘛他们就在呼吁什么吧他在呼吁这种药他有别的别的种都是这种这种药嘛他用他让开放开放到家用来嗯就是说现在只能在医院用这个药嘛但现在这种药他医生联盟想想让这个药物能让患者在自己家里面用对就直接给你啊寄到家里 有道理对然后你只要发现有一点症状的话那就那就直接用这个药这样子的话是就能防止重症了然后在纽约是这样子嗯嗯嗯嗯这个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开放啊把轻症的人全都全都隔离起来就是集中隔离起来在纽约是没有办法纽约不是有在纽约是没有办法不是有做野战医院吗类似那种啊他有一个嗯我我我记得当时我当时我还 看到了就是他是停在那个军舰的旁边啊啊就是他当时的一个军舰是在那边确实是有了但是我记得那一个他是那个军舰其实他接收的人全都是不是COVID就是不是COVID然后他在啊他在就是意思就是把病床全都腾出来嘛把真正能接受的病床全都腾出来嗯嗯嗯但是那那是其实后来的事情了 那其实已经比较靠后来了之前的点一两个月他都是啊做法就跟这个台湾的做法其实没有太大差别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选美国嘛是啊然后就怎么说吧我我认为说医生让家让这个自己在家用药这是逼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是真的是能集中起来轻症的话那大家都在医生医生去控制啊控制这个用药那其实是可以减少很多很多死亡还有重症的好所以 所以Levis以你的专业你觉得应该要用方畅医院那种模式是不是我我认为是一定要我认为是一定要啊就算是轻症也要也要啊集中隔离起来了嗯嗯这样子的话是减少伤亡的最好的方式好当然可能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就是做法吧他可能我不知道现实不现实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别的地方不知道现实不现实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对你说你说不好意思嗯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啊我认为是这样子的话是减少不管是人类伤亡还有还有经济损失最好的办法因为长时间的话你这样子就是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长时间也是不知道是骗谁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你你你讲的这个成语实在是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在就是在掩耳盗铃啊我觉得那其实呃方畅医院这个 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上的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陈时中他他同意盖了方畅医院那他怎么对去年那一波自己反中的一个操作来交代那政治上他不能交代那另外一个就是毕竟刚刚前面那位小哥他有讲就是说方畅医院会对人的那个心里面会有一点恐惧感就是说很会有人觉得吗那我我我我可能没什么病 我到里面那一堆人得病的那我那我我不是就得病了就是人会有那种那种心啊所以你你的大家就不太想去那的确这个是会有我相信台湾也会有了如果真的做方畅医院这样这两个层面的嗯嗯好了没有关系但是你就你专业你觉得应该做了对应该有对我我是我是觉得应该做了因为这是就减少伤亡跟损失的最好的办法 专专专业是专业但是就是这就是还有一些政治啊还有其他方面考量所以就真的很麻烦但我也觉得该做了我相信如果政府真的去做然后强制力的去去去执行民众会配合的啦像像像台湾台湾老百姓的那个观念我觉得是会配合的其实台湾台湾老百姓很乖的就是这样只是政府没有要做是啊嗯嗯我个人认为这种这种可能 政策是在台湾比在美国要要可行的多对对我也觉得台湾去做老百姓老百姓会配合的我相信只是没有只是政治关系现在只是政治关系好那那个Levis您还要补充什么吗没有没有我今天就说这么多其实也是临时说的临时要上来的不会不会非常谢谢你非常谢谢你好OKOK好谢谢你好Levis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